複習一下上個禮拜的重點 第一個 你開啟 如果裡面有VPA或聚集的話 一定要啟用內容 如果你沒有啟用內容的話 你後面的任何程式呢 都沒有辦法run 也就是說你如果這個沒有按下去的話 那這些按鈕 那就會失效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一定要啟用內容按下去 那上個禮拜大概我們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我其實主要是什麼 把這個公式輸出吧 第一個是 把那個 A欄裡面的資料如果有什麼呢 如果有那個刮幅的部分 把刮幅部分的資料提取過來 就這個動作 OK 那當然不是要塗髮鏈鋼啦 那當然如果塗髮鏈鋼一定是什麼 把資料選起來 用滑鼠嘛 點兩下 然後再選資料 再Ctrl-C、Ctrl-V吧 那當然如果資料量少其實還可以 如果資料量多的話 其實大家一定沒辦法這樣做 OK 所以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個 我們可以用 Essale裡面內建的函數來完成 那上個禮拜呢 主要用到幾個函數 第一個就是Find Find什麼呢 Find那個錢刮幅在某個儲存格裡面的位置 那比如說前面這個會得到是什麼 得到是 假設這個好了 得到是3 OK 然後呢 後面這個的話呢 是後刮幅得到9 OK 然後9減掉3 再向下一個 就是要取這麼多的資料 OK 那我們就在用Mid 所以第一個是用Find 第二個用Mid 那再來的話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裡面如果沒有刮幅的話 會出現錯誤 所以會有Evail 所以上個禮拜總共會用到3個函數 把這個問題解決 那當然了 如果你每次都用公司來輸入 其實它也是事情可以解決 只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每次你如果換一個新的資料的話 變成你要重來一遍 那當然如果你希望以後不需要每次都再來一遍的話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改成VBA 或者是用錄製聚期 不過呢 錄製聚期上個禮拜我們是把這個做完的結果 來錄製成聚期 但是錄製聚期的缺點 我是覺得就是說 它頂多只能夠幫你來重複做 但是有些地方要需要彈性的話 它可能這地方呢 當然就不服使用 所以我比較建議 未來你們乾脆都用VBA來完成好了 那VBA的話 我們上禮拜總共是做了總共3個按鈕 第一個是輸出公式 第二個清除 第三個是直接輸出解剖 當然我們順序的話可以先從清除 然後再把它變成公式 所以第一個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的話 就是再把它產生這個我們需要的結果 所以DEMO的話 我們把這個清除 裡面清空 那程式非常簡單 其實裡面呢 就是三行 4i等於第幾列呢 第二列到第10列 然後呢把什麼呢 把這個Salesi列的B欄 把它裡面丟給它一個空字串就可以了 那就表示清除 清掉 那公式的話呢 大概就是把剛剛的公式 再放在這個雙引號裡面 大家要記得呢 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 如果有雙 公式裡面有雙引號 你要把它取代成這個結果輸出 大概結果 實際上你可以看到輸出結果 在每一個儲存格裡面呢 都會有什麼呢 有之前的公式 那只是說呢 它把什麼 把裡面的 什麼啦 裂號 本來是A2的部分 改成什麼 它會自動跳A3 有沒有 現在A4啦 其實這個 這個數字 基本上就是 把I放到裡面來而已 OK 所以清除 那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但是這個方法 雖然 相對比較簡單 可是它的缺點是說 它第一個 滿浪費什麼 這個空間的 因為其實裡面根本 本來如果說 你要應該放的話 其實基本上應該是空的 可是問題 我們 實際上裡面是有放一堆公式的 那當然呢 如果你儲存在A2裡面的話 也會浪費空間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執行的效率 相對會比較差一些些 所以我們有必要把它改寫 所以上個禮拜呢 我們有改寫 改寫什麼 把這個輸出公式 有沒有 改寫成什麼 像這個 這個 也就是 輸出的話呢 實際上 一樣輸出結果 但是呢 你會發現 它背後呢 實際上沒有任何東西 也就是說如果你用這個方法輸出的話 將來存在E-Sale裡面呢 空的還是空的 有資料還是只有有資料的那一部分 就不會像剛剛呢 輸出就一串的那個公式 OK 所以好處當然第一個啦 節省E-Sale裡面的空間 第二個的話 執行效率也會比較好 那只是說呢 我們要如何把這個 這個部分 轉換成這個 OK 那我上禮拜有特別提到 如果有細節 假如不太清楚 可以再看一下上個禮拜的影片 第一個的話呢 你可能就是什麼 需要把這個Find函數 那E-Sale的函數 那E-Sale的函數 跟VBA的函數 是不相等的 所以第一個 你必須把什麼 Find 改成VBA裡面的函數 那我們想到的話 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一個叫InStream的函數 取代它 那它的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它們的兩個參數的順序剛好顛倒 它是先找哪個資料 再去找什麼關鍵的這個字詞 OK 然後另外的話 MID一樣 那If Air的話 我們用邏輯判斷把它取代 OK 那所以上禮拜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工 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呃 刮乎自串的部分 那上禮拜 大概 主要講到這些 那細節部分 如果你還是 不是那麼熟悉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再把 這個上個禮拜的東西 再複習一下 程式大概就這些 OK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延續 如果我們要換一個內容 其實概念差不多 但是我們要把它換一個地方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的答案 什麼事呢 到底台北市的治安到底好不好 比如說你如果住在哪一區 那切到案件是最多的 哪一區 那所以 我們今天的話呢 要用的資料 就不是說我提供給各位的範例 而是說真正在網路上可以找得到的 所謂的開放資料 那因為開放資料 象徵就是開放政府 政府的相關 只要沒有隱私的問題 它都會在網路上公開給你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開放資料第一個 第一個廣告 下面這個 有沒有 data.gov.tw 也就是說 政府開放的資料 這邊有 那當然 台北市有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所以你們往下找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台北市的資料大平台 OK 那網址也蠻好 是data.taipe OK 那如果說我想知道 那個住宅切到案件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搜尋一下吧 最簡單的話你就搜尋什麼 搜尋 切到吧 不然你就 關鍵字比較精確 你就什麼 輸入那個住宅切到吧 比如說你輸入什麼 住宅切到 住宅切到 OK 那當然如果你要找別的 比如說 機車切到 汽車切到 自行車切到 其實都有啦 可以把它搜尋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邊就出現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 點位資訊 OK 那你會發現 這邊就有一個下載 意思就是說 這個台北市政府 真的有把什麼 歷年來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案件 他通通幫你上網了 也就是說哪邊曾經 失竊的 那當然裡面 資料結構是到底怎麼樣 你會發現 它是一個CSV的 OK CSV 那CSV的結構 其實跟eSale蠻像的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 CSV下載的話 基本上可以直接用eSale開啟 OK 那底下有描述啦 他說把那個台北市104年1月份到110年 110年 所以上個月份 所以資料還滿全的 所以給的資料呢 給這麼多資料 然後呢 他提供一個總共欄位 他還跟你講說 編號 案類 發生的日期跟時段 還有呢 發生的地點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知道 到底哪一個區啊 因為台北市有很多區吧 像我們現在應該 我們這一區應該什麼 大安區嘛 是不是 應該沒錯啦 還有什麼中正區啊 等等的 沖山區 南港區 信義區等等的 那我想知道哪一區的切答案件最多 第二個的話呢 哪一條路上面 因為現在我們現在 前面這個是和平東路 和平東路嘛 那我想知道哪一條路上 切答案件最多 那怎麼做 所以第一步 請各位先找那個開放資料 找台北市資料大平台 然後輸入那個住宅切道 找一下這個 並且把它下載好了 那下載之後 你會發現它這個CSV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會直接的 讓你用eSale開啟 所以你再把這個檔案打開來吧 OK喔 那我們主要是要練習什麼 把之前 練習過的這個功能 把它加到這邊 請各位第一個先下載 那邊有 它說要另存 先不要顯示 最後再另存 那如果我想 所以它提供給我們幾個欄位 1 2 3 4 5個欄位 你可以把它點兩下 選A B C D E 點兩下 它就自動調到欄寬一下 那如果我想知道 哪一區切答案件最多 可是問題這邊好像沒有區耶 哪一條路上面 或者哪一條街上面 切答案件最多 那如果你要統計資料 我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沒有那兩個欄位的話 你要統計是無法統計的 所以如果你要統計的話 我跟各位講 第一個 請你在1欄的地方 按右鍵 把它插入兩欄好了 因為我想要統計的是哪一區 所以我多一個欄位 叫做區 然後另外一個欄位叫什麼 哪一條路 所以我就輸入哪一條路 誒 就是多這兩欄 但問題來了 這兩欄目前資料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要怎麼樣去讓它產生 第一個問題 我要怎麼樣 把這個文山區資料放在這裡 有沒有 誒這有區的嗎 那我要哪一條路 或者是這邊有街 所以其實應該還有什麼 市民大道 所以這邊全程應該改什麼 路街道 這樣比較完整 路跟街跟道 好了 大概有這三種可能 好 那你當然不可能說你用滑鼠優標複製貼過來 所以呢 我們必須想一個辦法 可以怎麼樣呢 就是快速的把這些問題通通解決 如何呢 先解決什麼 產生哪一區的資料 放到這裡 第二個 如何產生哪一條街 或哪一條路 像這個是中校東路 放到這邊來 的需求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找到這個資料 並且插入兩個欄位吧 然後並且想想看 剛剛那兩個問題 兩個欄位的問題 如何去解決 那我們當然會希望說 看有沒有第一個 就簡單的用Excel裡面的公式完成吧 然後 好